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猫公文秀 话说春天除了睡觉 还是一个极度适合吃播的季节 今年春天团子们又是怎么样吃播的呢 一起去看看吧 面对小团子吃播 对于小编来说 最吸引人的还是小团子掰断竹子的那一下 比如这样 可真有劲 小编也想来这么一下呢 团子想吃奶奶怎么办 不用说了 只有问着妈妈要 比如这样 妈妈的反应也是绝了 当然了 对于贪吃的团子 吃播完了的状态可能是这样的 那简直是绝了 对了 妈妈忙起来 吃播可能会忘记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团子 比如这样 所以针对现在的情况 小编还是想劝劝小团子们 妈妈吃播的时候可别去打扰了 不然后果会有点尴尬 我算 aff兹 直接打扰了 车 �� 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